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魔卡比兽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了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卡比兽 卡比兽从初代开始到现在 其实都是人气的角色 但你还想说Pokemon GO当初 只要看到雷达上有卡比兽 就会重去抓那个盛况 可是都是非常令人怀念啦 虽然时代已经改变了 不过卡比兽的使用性在目前还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 在大世界盟经典对战的赛事 我们昨天影片中是有看到普通的卡比兽 弹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不过攻击就稍微有点欠佳 那我们今天使用暗影的攻击力比较高的情况下 到底他的实力能够提升多少 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吧 好 那今天投稿的是博智玩家 博智玩家算是第一次投稿 分数虽然不太高 但是使用的是暗影卡比兽100%的啊 可以说是令人非常羡慕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今天的对战 那卡比兽在第一只后面有快龙以及龙头地鼠 手上看到的是波克基斯 虽然是一个平平的开局 那波克基斯因为他的出招真的比较慢啊 所以反而是卡比兽这边比较占优 但是要尽量的蛇舔 不要舔下去的时候 他多补你一个杀娇会比较亏 好 这边使用一个泰沙地 可以看到伤害量是比起昨天的卡比兽来得高啊 一下下去目前的波克基斯 是在半血以下 所以假如两个泰沙地 就能够收掉波克基斯 诶 不过博智玩家这边竟然没有保卡比兽 直接吃的招式是原始之力 伤害量还好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用泰沙地 直接把波克基斯给打下去 对手的波克基斯被消耗掉之后 快龙就可以比较安全了 哦 不过对手是保了波克基斯 目前就是一顿 对手换上顺位 然后接下来使用龙头地鼠 然后地鼠带的小招是泥巴射击 没有办法快速的点掉波克基斯 但没关系 因为本身刚有对沙焦是有抗性的 竟然把枪上浓到极致之后 再用炎崩把它K下去就好了 这就是波克基斯的缺点了 虽然对手稳稳的抓住顺位 但是这边我们有枪上的优势 那他接着角色上来是象牙珠 象牙珠用这个雪崩的话 可以平常打击龙头地鼠 但是我们出招数还是比较快 那地下下戏选择有鼠修的直冲钻 对手的象牙珠是扛住了 那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盾的优势情况下 那龙龙地鼠这边有人有余的使用一个盾 挡住对方的重塔 那接下来的话 把枪上浓到极致 再使用直冲钻出去 后面的角色应该是没有办法压制快龙 因为他毕竟第一只角色是波克基斯 结果这位只竟然是巨金怪 那我们龙龙地鼠还在场上的情况下 直冲钻持续出来 那他的子安全要提成 龙龙地鼠也比较困难 所以这边龙龙地鼠 哇这个血量有点尴尬 竟然没有放到直冲钻 反而被对手练到极致了 快龙的话 这时候面对到巨金怪 但是好险的 我们还有一盾 所以挡住对方的会心拳 还可以放个招式去压迫一下巨金怪的血量 那我们今天的快龙配置的是蛮力嘛 蛮力一下下去之后巨金怪是否会倒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脖子玩家这边是选择龙爪 并不是使用蛮力啊 想上有点低 看起来这边想要连续两个龙爪 对手的子弹犬已经补上了这个龙爪 如果没有打下这一场就会输掉哦 龙爪再一次出去之后巨金怪 啊结果生一滴血 最后一场有两个关键的事物啊 首先是没有开到盾 然后再来是 其实蛮力可以打到快一半啊 比起两个龙爪的伤害量还要来得高 毕竟蛮力的基础数据很好 虽然他没有属修啊 但是还是比起龙爪两下来得痛啊 所以刚刚如果直接选蛮力的话 就直接结束游戏了 比较可惜啊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这一场看到龙头地鼠 龙头地鼠打卡比兽 我们昨天看到一般的卡比兽打龙头地鼠算是比较轻松啊 那这边对手的子弓钻伤害量一定是比起昨天来的高 因为暗影的坦度是比较弱 好子弓钻出来 可可看起来好像也还好 不过对手放完之后换上波克吉斯啊 那这边博智玩家是换龙头地鼠上来 然后地鼠面对到波克吉斯 那我们有说过啊 好模拟的情况下来说 对方就算连开两盾 其实还是会被龙头地鼠给拉下去的 就算龙头地鼠比较脆一点点 但还是能够赢过撒娇的一个波克吉斯没有问题啦 毕竟阎崩是打他是真伤的 好阎崩再次下去对手挡招了 目前是一顿的优势 对手出招的情况下 龙头地鼠面对到波克吉斯就浓好浓慢 最后再补你一个阎崩收尾 让顺崩的情况下更大一点 其实很少玩家会在一开始直接切波克吉斯啊 因为大猩猫竟然纪念 刚系实在太频繁了 如果你切波克吉斯 八九不离死就会遇到刚系 就会变成目前的战况 会让自己非常难过啊 好这边残血出大招 使用阎崩出去啊 这边运气算是不错 没有被对手给点下去 阎崩还是收掉了波克吉斯 那目前我们还有一顿的优势啊 一开始有一点平局的状况下 变成一个顺风了 而且对手的龙头地鼠一上来 我们满力好了啊 直接把你揍下去啊 把你出去之后 龙头地鼠扛不住 然后接下来 可以看到最后的对决是 西斎人面对到快龙 这感觉有点尴尬啊 因为快龙就是没办法打妖精 除非我们今天有配置暴风 博士玩家看起来好像是放弃啊 现在觉得龙爪在打西斎人 这边的话 这个血量耗数有点低啊 其实刚刚应该要使用蛮力啊 用蛮力的话 相对的力量让自己的防御下降 而且蛮力在打妖精是单抗而已 所以就剩下一只 卡比兽上来 除非目前就两个 他也是纳尼才有办法拿下 但是血量上好像没这么高 对手 一开始换上波克吉斯 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希望 不过他最 哦哦 等一下我们这些伤害很高 竟然把西斎人K下去了 然后最后龙头地鼠上来 刚刚好 他来不及使用泥巴射击 哇 本来想说这场一结束了 但是说不知 泰塞塞阿底的伤害量救了我没命啊 哎 版本的伤害量确实是惊人啊 虽然龙头地鼠有压造波克吉斯 但最后西斎人给快龙很大的压力 最后卡比兽还是有稳住战局啊 非常强啊 好 那我们进去下一场的话 再次看到龙头地鼠 那今天脖子玩家配置的阵容啊 应该是AAB阵啦 首支如果看到格斗系 其实后面还是龙头地鼠怕格斗 可能卡比兽就得硬扛 是比较难打的一个阵型啊 所以刚后面遇到连续两个妖精的时候 其实快龙是绝对有点无奈啊 对方的阵容刚好 三只都打快龙 好 这边对手格斗系出来了 看到怪力 但运气好是他在后顺位 刚好我们快龙可以堵到他 不过怪力本身是有阎崩啊 那这边他来不及出招 我们龙爪是先出来了 龙爪下去之后 怪力... 这怪力直接送头了 完全没做到事情啊 怪力不知道干嘛 哦 结果他是波克吉斯上来 他并没有保 想要把盾全部交给波克吉斯 其实这打法的话 如果在其他赛事 可能是可以这样操作 毕竟角色很多 你不见得 对手最后一只角色刚好是杠戏 但是 大圣王今天就是每人都会带一只刚系啦 你已经没有看到刚系的角色 代表我们最后一只 一定是刚系可以压制你 他这样角盾的情况下 当然的 我们等下龙后地图上来就直接碾过他 好 此时 对手波克吉斯 只用原始之地出来 咖啡兽扛住了 蠢血出大招 使用一个太神阿鼎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逼迫对手至少开一盾 龙后地图可以更轻松了 好 龙后地图上来了 准备要碾过对手了 好 这边尽量的把气氧上浓到极致 其实说实在的 目前的极致大家还是会比较考量到 蓄能比较快的小招 虽然高伤害的小招 能够在属性上来说绝对压制 不过缺点就在于 你有时候会被对手练功到一个不行啦 会让自己本来的一个平局 被对手直接搬过去 那当然有些招式不见得他续能很好 像是双倍凤凰 但是因为双倍凤凰 他的威力跟蓄能都算是顶尖的 因为至少他每一个秒数上来说 蓄能至少3.5 假如是4以上都蛮强的 虽然就3.5但是他威力至少有4 所以整体上来说双倍凤凰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招式 而且格斗系的招式刚好能够压制非常多属性 他算是代理认为目前小招里面前几名的一个小招啦 那如果你要论蓄能的小招的话 代理认为可能 黎巴射击电击或者妖精之锋都是不错的 而且有时候配合着45点能量的大招 5招一下可以说是非常恶心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遇到料露莎 遇到我们的卡比兽 那他带荣卫的 荣卫出招数比较慢一点点 但荣卫通常会带流沙地狱 为了让自己荣卫的伤害量直接逼出来 而且有时候能够骗个盾 说实在也是蛮强 好这边泰塞阿底先出去 对手没有挡招 那迟迟的话一招应该是收不掉卡比兽啦 这边我这玩家是没有挡 流沙地狱出来 想要拼弹点小招的样子 好这边他终于切脚了 卡比兽上来我没有忍住并没有使用泰塞阿底 反而这边选择一个蛮力出去 好这边看一下蛮力的伤害量 诶结果还是没有到一半 只能说对面的卡比兽坦度太好 或者是我们卡比兽攻击太低 好那这时候选择融合地狱上来 可是为了避开那一只料路沙吧 好这时候一个蛮力出来我们挡招 攻击防御下降 那目前他就是迟到一个子中钻就下场了 所以我们把枪上浓到极致再出招 融合地狱算是目前最万用的刚系啦 虽然他是有点怕攀铺的暴力龙 但是他就算遇到暴力龙还是有办法用炎崩去打 所以基本啊每一场都会看到融合地鼠很正常 好我们再次看到廖乌沙了 只看到廖乌沙的话就直冲钻先下去 下去之后对手廖乌沙直接下场了 没有做到太多事情 诶结果他做一只暴力龙 那怎么不选暴力龙打龙头地鼠呢 好那这场已经结束了 因为他配置是攀铺的 我们快龙还是满血 所以炎崩下去对手开了一顿 那这边的话直接被他的攀铺点下去啊 其实可以直接换脚 好快龙上来了 那绝对的碾过暴力龙 暴力龙带着攀铺要赢过快龙 就只有逆龙打到 那我这边是没有挡 诶结果没挡直接上逆龙啊 想说他是水流也骗盾啊 没有挡 那当然认为应该是要挡一下的啊 既然他是水流也骗盾的话 至少还要在四下的攀铺才有办法出逆龙 中间的控档其实蛮大的 那这时候卡比兽上来 铺血出大招 来看一下泰森阿滴 能否再次逆转 卡比兽的泰森阿滴下去 暴力龙是扛住了 想要上升一点点 然后这边 快龙对暴力龙 哦好险 最终并没有因为吃到那个力量而倒下 非常的惊险啊 快龙差一点点啊 说实在的 只是说如果遇到满血的快龙 带着攀铺的暴力龙打起来 还是非常辛苦啊 好我们进入下一场这场看到象牙猪 象牙猪 大生猛技能纪念 早期是很多人在用的 不过 目前的环境中 当你认为他还是有一点脆啊 他就算遇到快龙 其实也没有到很大的优势 因为目前快龙还是用满力可以用的 好这边他来一个雪崩出来之后 卡比兽只喷了半血 卡比兽基本啊 属性上没有落势的情况下 大概不到一半的差不多 象牙猪算是攻击比较高的 好那这边选择个泰山阿底出去之后 对手以为我们是蛮力是挡招了 那因为他挡招的情况下 我们就有空间去开个盾 然后再用一个蛮力逼迫到你第二盾 如果你不加盾 我们就算赚顺位啊 所以这边卡比兽是占到优势了 卡比兽 泰山阿底有属修 蛮力又可以打很多属性 整体的外用性非常高 而且阿底版本一线啊 绝对有办法收掉象牙猪 对方是没有办法去跟我们这样玩 所以他挡招了 结果我们残血再补你一个蛮力 哇这卡比兽非常强啊 不只坦出招数又很烦人啊 结果像阿珠 搅了两顿下场 我们还有一顿还拿下顺位啊 这一场优势非常大 好此时我们看到的是龙洗的暴鱼 选择的是龙和地鼠来打 龙和地鼠毕竟刚系嘛 刚系有抗龙系招式 而且阎崩打飞行 绝对的压制 好阎崩下去暴鱼龙 省下半血 其实龙和地鼠跟快龙在后面 对手没对的情况下基本就是会赢了 因为双方会互相配合 假如你的顺位队到 而且我们还有一顿啊 说实在不太容易输啊 好对手换角了 结果还有帝王阿波上来 帝王阿波上来 伯助玩家并没有 让龙头技术直接用直冲钻 把他钻下去啊 反正这时候让快龙上来 实在在变啦 快龙已经有获得蛮力了 用到刚系其实也没有到太弱势了 帝王阿波的招式当我们伤害量也还好 伯助玩家是尽量把快龙的信用上挤满之后 蛮力直接下去要收掉对方的帝王阿波 就剩下一只暴鲁龙了 暴鲁龙是没有太多的希望啊 虽然他带龙洗 但是我们有龙爪再补你一下 轻松收尾 然后地鼠还有非常多的气量啊 好那这一场就靠着我们的卡比兽 一开始直接强压对手线亚珠 拿下胜利了 卡比兽确实很强 弹度非常好 等于说Pokemon GO里面角色的弹度有出来 招式不要太烂 他就是一只神教 卡比兽就是完全诠释了这个状况 好我们就下一场这一场看到暴鲁龙 那卡比兽其实在大世界帽经验纪念属性对抗上比较弱 因为大世界帽经验纪念幽灵系的招式的角色比较少 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他直接扛住对手幽灵系招式 然后练功练到极致 但是他靠着完美的坦度还是有办法在对战中使用 好对手换脚了换上伯克吉斯上来 只能觉得波克吉斯换上来的玩家都非常有勇气啊 因为第一只不是钢系后面一定会有钢系 你绝对不是不能这样切脚的 波克吉斯基本就是要遇到龙系绝对牙齿 但如果你先切上来 那再顺位上来说一定就是把波克吉斯白白浪费掉 而且还有肯被对手练功到极致啊 然后遇到巨英怪更不用说了啊 巨英怪那个子弹拳直接K到你满头包啊 好融合地数直接用盐崩 收掉对方波克吉斯 然后枪上还击到能够再放一个盐崩啊 对手的攀铺暴雨龙上来 我们盐崩已经先下去了 盐崩再次出去之后逼到对手开盾 对手一开始的平局变成逆风了 然后他换脚结果他是腰筋系鸭尾的阵容 那好显得因为我们卡比兽还在 卡比兽能够来对付妖精系的西斯海人 西斯海人目前体质上不错 不过他的这个大招能量上都比较高啦 那如果你配沙娇的话 那你可能遇到火系会很难打 那如果你配攀铺的话遇到龙系 可能有点尴尬 好这边卡比兽尽量的消磨掉西斯海人血 西斯海人剩下五分之一左右血量卡 这个快龙上来 非常尴尬 想要快点把对手拿下去 不然等下吃到太多沙娇 可能会有点头破血量 好龙爪下去之后西斯海人刚好就下场了 最后剩下一只暴力龙 我目前两盾 直接把盾开起来 龙爪补上去就可以拿下这一场 虽然快龙终究遇到了妖精系 但是卡比兽扭转的战局啊 至少把西斯海人大惨 快龙有办法用一个龙爪把它拿下 如果那个龙爪没有K下去的话 这个快龙肯定就已经倒下了 好龙爪收掉暴力龙 可以看到卡比兽的使用性非常好 尤其他在大狩猛那个坦度真的是非常令人放心啊 不过在出兆的速度上来说满力可能会稍微较满 但是泰山亚丁有鼠修 一直连发暗影的伤害量也是蛮惊人的 好我们就下场这一场再次看到暴雨龙 暴雨龙也算是大西风经纪念很常见的角色 那这一只配的是龙袭的 代表后面有龙后地鼠 可以完全压制他没有问题 那卡比兽在这边是否会跟他硬打呢 还是会换脚 应该是会硬打啦 如果你这边换脚的话 等一下快龙 可能会遇到暴雨龙会比较难打一点 所以这边卡比兽硬打是必须的 那目前配龙袭的暴雨龙 小招通常都是咬碎 哦等一下 这次是水炮啊 这暴雨龙怪怪的啊 我们正想要讲应该是水流尾跟咬碎 因为出招上的弹性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配水炮的话刚好对手没挡 就算是波克及时也是会重伤的 相对的 配水炮确实能够打个一个奇袭 所以对方一开始暴雨龙拿下了卡比兽 这边就是龙头地鼠的镜像对决 照他这个 配阵上 可能最后一只会是巨型怪哦 因为第一只暴雨龙 配龙袭打不动伯克基斯 你势必要两只去打 这个伯克基斯 那当然首选会是巨型怪啦 照正常情况下来看 好这边跟这个 龙头地鼠硬打 不过我们刚刚龙头地鼠先出来的关系 所以有蓄能的优势 而且他这边选择镜像对决 是完全错误的选择 毕竟我们有蓄气的优势是不会输他的 代表他最后一定是怕龙头地鼠 八九不历史就是巨型怪了 其实有时候玩家打到一半 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他为什么会这样切 好可以看到巨型怪上来了 那这边切脚的用意可能是在于想要让龙头地鼠去打快龙 至少有炎崩可以使用 然后此时的话 对手巨型怪准备出招前 我们的伯助玩家是让龙头地鼠先下去 选择快龙来一个切脚 这边是留住了龙头地鼠的招式 然后要来一个 比CMP或者是直接出招压制对手 好对手龙头地鼠再次上来 但是快龙已经挤到了满力 收掉对方的龙头地鼠 让我们不会看到龙头地鼠 比CMP的状况了 这边操作非常的细微啊 避免对手龙头地鼠有机会去扭转 快龙还是有办法造成巨型怪想象的压制啊 而且对方巨型怪竟然配置技能强烈啊 比较少看到打快龙是用技能强烈啊 会心犬还是伤害量比较高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作为场 作为场的对手是暗影版本的暴力龙 但是他没用小招就换了 换成巨爪怪 小怪直接换上来 遇到了快龙 小怪我们在昨天也没有看到啊 其实伤害量有点低啊 那边出招之后是讲用水炮 打龙系伤害量极低 如果是高杰萌 我们再讲一次高杰萌大概会喷到一半 快龙真的太脆了 但是在大杰萌就不一样了 那个体质的比例上就有差距了 所以巨爪怪要打赢快龙是不肯的啊 就算他配污泥波啊 污泥波能量上是比较高 喷到顶多一半了 好这边顺势的收掉巨爪怪 这一场算是蛮顺的 这时候的暴力龙如果是带龙系的会直接上来 哦果然是龙系的 但是他这边是暗影版本的坦度是没有那么好啦 所以龙爪下去可能会让他重伤啦 可以看到血量上快喷了一半 然后这边他一定很想要直接把我们用龙系点掉 但殊不知快龙枪上就好 所以这个暴力龙上来有点送头啦 这一场快龙直接一打二了 好对手是挡招了 那目前就是一顿的优势 那我们卡比兽上来 目前的暴力龙枪上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选择龙的地鲁上来一定会吃到水流味 所以卡比兽先扛一下 本身的弹度非常优异 甚至有办法舌舌把你舔掉 刚那一个水炮是有点不合血 正常是不会带水炮的 对手的暴力龙再次水流味 然后中途我们让龙头地鲁上来 那对手作为角色龙头地鲁这场就结束了 因为双方都同时上来的 我们有盾 所以就拿下了最后一场的胜利啰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的魔卡比 也就是暗影版本的卡比兽 在大生猛经典纪念的赛事中使用了 那今天使用暗影版本的玩家可以注意到 跟昨天不一样的是 他的威力上不足了昨天的缺陷 那在压迫对手的情况下来说更加好用 就算是暗影版本的 玩家也可以注意到他的坦度 依旧是非常惊人啊 那不知道为什么 目前大生猛经典纪念的格斗系 相对比较少 卡比兽的实用性就变得非常高了 不论在第一只或者是后顺位使用 都能够发挥出不错的效果 所以玩家如果手上有一只不错的卡比兽 不妨可以在对战中尝试看看 最后的话我们要再次感谢博智玩家 提供精彩对战影片给玩家们 当做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